有一次去图书馆 无一众听到一个华人妈妈 正用英文给她的女儿讲大脑天宫的故事 当讲到孙悟空打上灵霄宝殿 吓得玉皇大帝要逃走的时候 小女孩就问她妈妈 怎么这里也有一个天国还有个天主呢 她妈妈一时卡刻 随后灵机一动 说这里这个告的不如基督教的告的层级高 属于帮着真正的天主管理东方的 小女孩好像听懂了 我在旁边听着觉得很有趣 回家的路上就不禁思索起来 有些宗教和文化的东西 想融会贯通还真不容易 想到这个小女孩呢 通过她问她妈妈的问题呢 显然她相信天赋是真的 那她是不是也会把孙悟空 猪八戒都认为是真的呢 我小时候也认为这些人物是真的 但是后来就慢慢发现是演绎 人是不可能一个跟斗翻十万八千里 就算在七龙珠的漫画里 也得有金斗云 也不可能有七十二变 火眼金睛 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发现西游记的人物 是基于一段史实而演绎的时候 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她会一直因为天主和耶稣是真的吗 我不禁又思索起来 但是呢 我又问了下我自己 我知不知道耶稣是否存在的答案呢 如果她真的存在 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和圣经里写的一样吗 还是和西游记一样是演绎的 我知道写圣经故事的大概 上帝呢 派遣天使甲百列 去见一个叫玛利亚的处女 说她将要生一个孩子 叫耶稣 不久耶稣呢 就在一个马厩里出生了 她在十二岁的时候 跟圣殿里的导师谈论圣经 十八年之后受洗 开始了执行 上帝派她来 从事宣扬天国和教人的工作 耶稣呢 挑选了十二个男子 去协助她执行这件工作 并且立他们作为门徒 耶稣的一生呢 做了许多奇迹 她只用几条鱼几个饼 就喂饱了几千人 她医好了有病的人 甚至把死人复活 最后她被当时在耶路撒冷的 罗马执行官钉在十字架上处死 并在三天后复活了 四十天以后生天 去到了天堂 你看耶稣是个很厉害的家伙 首先她的妈妈生她 就是个奇迹 她以处子之身怀孕 另外呢 耶稣可以治好有病的人 也可以把死人复活 最后耶稣死去呢 她自己也复活了 还去了天国 通过上面这短短的故事 就看出耶稣并非常人 她把人类的生老病死 都给解释了 另外她还心好 归为上帝的儿子呢 甘愿受苦传福音 为人类受难 另外她的升天呢 也解决了人类一个最大的哲学问题 我们死后要去哪 说实话 我挺喜欢耶稣的故事的 但是呢 不光是因为她的这些超能力 感觉对这个人有兴趣 因为我也知道 孙悟空的超能力是不存在的 看了一下2012年 联合国的宗教人口普查统计 那排名前三的三大宗教中呢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印度教 都有对耶稣的记载 信仰这些宗教的人口 占全世界的人口的 65%还要多 那基督教里 把耶稣 看成三位一体的 圣子圣父圣灵中的儿子 与上帝同等存在 古兰经里的耶稣呢 和穆罕默德和摩西 是一样的人类先知 有人这个时候就要问了 那印度教里也有耶稣吗 有 一些印度教徒 认为耶稣有时被视为印度神 匹施奴神的化身 也就是耶稣啊 是匹施奴神的阿凡达 当然呢 这里这个匹施奴神呢 他有好多的阿凡达 其中呢 有鱼 有海龟 有野猪 有狮子 有诸儒 还有各种罗汉 当然还有马 还有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了 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摩尼 也是他的化身 那全世界这么多宗教 人类都相信耶稣存在 那就没有人问过这个终极问题吗 耶稣到底在历史上存在吗 当然有 而且这个问题啊 问了几千年 这几千年关于耶稣是人还是神的争论 就没有停止过 就连在考古界和科学界 对这个问题呢 的争论也是很大的 每个人对耶稣呢 又有不同的理解 当然还有大量的文学艺术创作 古代的 现代的 当代的都有 比如最后的晚餐 大家都见过 甚至电影《异形》系列的一集呢 普罗米修斯 都能和耶稣联系起来 那电影中说呢 创造人类的外星工程师呢 两千年前把耶稣派到了地球上来 让他教给人类 不要有战争 然后结果呢 人类因为贪婪和无知呢 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给钉死了 那这些工程师呢 就要装载生化武器过来消灭人类 觉得人类呢 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品 但是不幸的是 他们在自己的试验场呢 感染 使得他们来攻击地球的这个飞船呢 没有按时起飞 他们自己都感染了 只有一个幸存者 那两千多年后的人类呢 建造了普罗米修斯号 去到那个试验场行星呢 去寻找这帮人类的创造作工程师 结果呢 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和工程师呢 产生了大战 最后也受到感染 诞生了在这个宇宙中 非常让人恐怖的生物 一行 你看了吗 这个故事呢 就跟圣经的故事呢 结合的也非常好 也有一些演绎 证明这个耶稣的故事 和圣经的故事 对人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好多文学创作呢 都是来自于他 那今天我们就要好好谈谈 耶稣到底存不存在呢 如果他存在 那他到底是谁呢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那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频道 我是主持人小薇 刚来的朋友呢 可以帮助点击订阅 点赞和提醒铃铛 觉得我们节目有意思呢 请帮忙看到最后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让油管的算法呢 把我们的节目呢 推荐给更多的人 谢谢 那首先呢 耶稣啊 一般被称为Jesus Christ 那Jesus 是他的名字 在英语中的发音 那基督这个词Christ 是什么意思呢 那基督呢 是亚伯拉罕助教中的书语 原因是受高者 这个高呢 是高要的高 因为中东地区啊 天气干燥 夫发呢 也容易干裂 那古代的以色列国王继位是 必须将油倒在国王的头上 滋润夫发 象征这个事用来拯救以色列人的王 后来转变成为救世主之义 也等同于西伯来文中的Messiah 也是受高者的意思 在圣经中 基督是拿萨勒的耶稣的专有名词 基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那这里的拿萨勒呢 是指耶稣的家乡 现在在巴勒斯坦 那就好像我们三国演义中 然后经常有人说 这是谁啊 这是常山赵子龙 是吧 他就把他的出生地和他的家乡呢 放在他的名字前面 所以说大家会在一些英文的这个书籍里看到 拿萨勒的耶稣 就是他的家乡 那关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承呢 我们以后再见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热的话题 那大洪水是不是真的 也敬请大家期待 那回到我们的话题 那历史学家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一个人 他是真实存在的呢 这里啊 有四点 那第一最好的证据呢 就是对于这个历史人物 当然是该人的直接物证 你比如说 他的灵木 尸体 雇居 以及私人用品 那关于这一条 有关于耶稣存在的证据吗 很可惜 没有 虽然有人声称啊 在拿萨勒找到了耶稣生活过的房子 但是后来呢 经过验证呢 不予为信 另外呢 还有那条著名的耶稣果实簿 但是呢 全世界各地都声称发现了耶稣果实簿 多达四十多条 这里呢 也无法验证真假 一句话 没有直接证据 那第二条呢 就是这人啊 自己写的书 他的文学遗迹 他提的碑啊 刻的字啊 或者自己写的一些著作 这里呢 也很可惜 没有 因为大家知道呢 四福音书啊 经验证 都是耶稣门徒书写 而不是他本人写的 另外新约圣经啊 更不是耶稣所书写的 那上面两条直接证据都没有 那是不是就证明耶稣不存在呢 不是 还要看二手字运 例如啊 目击证人讲述的 关于这个人的故事 当然这里的目击证人的选择呢 也是有条件的 这个目击证人的时代 最好越接近 耶稣生活过的时代 或者越接近真实已知的历史实践 越好 能验证 比如说呢 如果耶稣存在的时候 或者刚刚死去的时候 有人撰写的耶稣生平 导词等 如果能找到一部 能连贯记载耶稣生平 并且在耶稣同时代的一部文献 或者一部著作 哪怕是歌谣 都比较可靠 那这个有吗 很可惜 也没有 没有耶稣同期的任何资料 证明它的存在 因为常识是当时的巴勒斯坦人 基本上不认字 除了官方以外 不太会有人来记载历史 那耶稣时代的官员 也没有觉得耶稣的事迹很重要 非得记录下来 所以这条证据也没有 说到这里 有人就会下定义了 他说你看 这些证据都没有 耶稣不存在 别急 如果同期的没有 那耶稣后期的有吗 后期的材料得符合什么标准呢 其实后期的也可以 但是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 耶稣过去几年后的文献 比几十年后的要精确 更比几百年后的要可信度高 另外呢 还有一个要求啊 就是这些记载的文献的人啊 他最好客观 就最好是非基督徒写的 这个可信度呢 要比基督徒写的这些文献呢 可信度要高 那最好是中性的 但是这个要求啊 难度太大了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从纯粹的学术角度 谈到耶稣的一生的时候 圣经是比古兰经更可靠的来源 那有人就问了 不是说不需要这个基督徒写的这个文件 他们不客观吗 但是呢 还有个时间问题 因为古兰经啊 是在耶稣出现后六百年才出现的 而新约呢 是公元几十年之内就出现了 那大家注意 这里说的历史文件呢 是可靠程度的判别标准 没有对任何宗教文献不尊敬的意思 言归正传 那有人就问了 耶稣死后 以中立方式记载的耶稣的事情的文献 有吗 还真有 并且有好几份 那谁写的呢 一位叫提吐斯弗拉维奥约瑟福斯的人 他呢 生活在公元三十七年到一百年 他是第一世纪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 也是军官及辩论家 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犹太人物之一 他的著作本认为是认识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最有帮助的文献之一 那约瑟福斯在公元九十三年左右的书中 写到了一件发生在公元六十二年的事情 当时一位名叫阿纳鲁斯的宗教领袖呢 滥用了宗教职权 处决了一些人 书中就记载道 阿纳鲁斯召集了法官的儿子哈德林 把耶稣 他们称他叫基督 的兄弟詹姆斯 还有一些其他人带到他们面前 阿纳鲁斯对他们提出了指控 说他们违法 然后就把他们送去了实行 你看上面的这一条呢 不但提到耶稣以及他的追随者 把耶稣称作米赛亚 活着的基督的事实 但也谈到耶稣的兄弟詹姆斯 是当时基督社团的早期领导者 所以这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是证明耶稣存在目前为止最好的证据之一 那说到这里呢 有人就不服了 孤正不算正 还有吗 再拿一条我看看 还真有一条 谁写的呢 还是这位约瑟夫斯 而且这段很有名 有专有拉丁语给冠名 叫 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记住啊 这里是专有名词 叫约瑟夫斯 证明耶稣存在的证言 这里面是这么说的 这时出现了一个智者 叫耶稣 如果真的有人称他为一个凡人 那他是一个行善的老师 欣然接受真理的人 他获得了他们的关注 在许多犹太人和许多希腊血统中 他是弥赛亚 当马库斯 庞迪乌斯 皮拉图斯 因为一个我们的领导者 对他们的指控 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时 以前爱过他的人 没有停止爱他 因为他正如神圣的先知所说的一样 在第三天复活了 并展现了其他的神迹 直到现在 这个以基督命名的部落 也没有消亡 看到这里啊 了解犹太宗教的观众呢 就会提出质疑 因为约瑟夫斯 作为一个从未皈依基督教的 虔诚的犹太人 把耶稣公然称为先知弥赛亚 和传播他第三天复活的故事 这非常不符合逻辑 那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歧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以后做节目给大家讲 所以呢 关于这条历史界普遍认为 这段记载啊 可能由后来的基督徒给编辑了 并添加了一些神学的色彩 但如果我们过滤掉 那些明显的神学叙述 那约瑟夫斯的原始信息 似乎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 基本的信息 就是有一个聪明人叫耶稣 他在犹太人中啊 获得了很多的追随者 他被认为做了些非凡的事情 他被马库斯 庞帝乌斯 比拉图斯 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直到死后 仍然有忠实的追随者 那这些约瑟夫斯的陈述呢 是我们知道的非基督教重要的资源之一 证明耶稣的存在 说到这里啊 又有人又要较真了 你逮住这一个人写的东西算了两条 还有一条呢 是改的 这不算 再给出一条呢 我就算你赢了 您别急 还真的还有 那塔西托和他的罗马帝国史册 这个塔西托是谁啊 您猜对了 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位塔西托陷阱的那个塔西托 他的全名呢 叫普布利乌斯科尔涅里乌斯塔西托 他是罗马帝国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文学家和演说家 也是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 他记载了公元64年 在尼路皇帝统治下发生的罗马大火 在谈到这个事件时呢 他写道 尼路诬告被民众称为基督徒团体的创始人基督 然后基督呢 就被执行官庞帝乌斯处死了 当尼路的前任提比列凯撒奥古斯都 当罗马皇帝的时候 这种危险邪恶的迷信呢 虽然暂时得到压制 但他现在不仅在他的发源地犹打 也就是罗马时候的巴勒斯坦再次爆发 而且在罗马城中也扩散开来 你看 这有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 耶稣那事确实是存在的 那以上提到的两个人的例子 和同期的一些其他所证材料 还有新约的书卷和非经典福音书 基本上是历史学家重建耶稣 和围绕他的早期基督团体的形成的一个重要依据 那现在学者之间的共识是呢 耶稣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保存下来的资料来了解他 那就到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耶稣真的存在 那耶稣到底是谁 他是个什么人呢 很不幸 在这个问题上 来自不同宗教传统的人 包括现在的历史学者中 再次产生了巨大分歧 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构想来塑造他们心中的耶稣形象 但是呢 确实有几个关于耶稣和他的生活呢 看起来最有可能是真的事情 大多数学者呢 都是同意的 下面我说的这段话 一个字也不能改 如果改了 会有很大的后果 那他们同意的关于耶稣的事实是什么呢 拿撒勒仁耶稣是一个犹太人 出生在公元零年左右 一些学者认为是公元前四年 并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长大并生活 成年后的他通过他的讲道 在他的同胞中聚集了一群追随者 这种讲道的主要论点之一 就是天国很快就要降临 在公元三十年左右的某个时候 他引起了当时罗马当局的怀疑 他和他的追随者 似乎造成某种在耶路撒冷的动荡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局普遍认为 这些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就让罗马总督庞帝乌斯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追随者很坚定地相信 他死而复生 这个基本大纲 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 来讨论耶稣的生平 根据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 这个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这个大纲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只要跨到此框架之外的任何内容 立即就会产生各种猜测的理论 这些猜测假说文学作品电影视频 多到数不胜数 虽然在历史上我们对耶稣置之甚少 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几乎是具有无限的可塑性 而不同的人往往喜欢适合用他们自己的方法 来叙述耶稣的身份 那比如呢 耶稣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是个女权主义者 耶稣是个资本家 他是激进的革命者 他是和平主义者 这些说法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 也就是说耶稣啊 他的身份啊 经常因为可塑性比较强 经常被人利用 安上自己的一些东西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和我们所知道来看呢 在这些假说当中啊 也有描绘的近似准确 生动和吸引人的 但归根结底 这些说法都是笼罩在神秘之中的主题 也很难说谁对谁错 连最早的基督教经典中的各种不同的福音书里 似乎也展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你比如说啊 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中神承诺的 就是弥赛亚的说法 他是神的儿子 或者是神话语的化身 以人的身体来到人间 而为了拯救和替所有人赎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 那既然基督徒都说耶稣是神 是神的儿子 那关于耶稣神性的疑问呢 甚至在耶稣离去的三百年后 一直保存着热度 所以说历史学家会期待类似的讨论呢 会在这个时期的文件中被发现 就从耶稣死后 一直到三百年呢 有缘件应该是能看到这些人在讨论这些问题 但似乎呢不同的福音书呢 有时对相同的事情啊又写的不一样 如果跳出基督教的规范福音书去寻找证据的话呢 那事情呢就变得更加复杂 在1945年 一名叫阿里的阿拉伯农夫在挖土施匪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密封的陶罐 地点是在埃及北边的拿戈马地城 打开后发现竟然是以皮革装定的纸沙草古卷 这些古抄本又古格普特语 即早期基督教埃及语所写着 这批翻页书总够有五十多篇不同的文章 其中呢包括被基督徒或者宗教学者 称为恶作剧的福音书 那今天的学者呢 通常不认为这些作品是恶作剧 因为这些书卷正反映出福音书形成的不同路径 也证明了基督徒对正统经典选择的刻意性 但不管怎么说拿戈马地文献让我们深入的了解 在基督教早期一些不同形式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活动 没有被纳入后来被称为正统基督教的一部分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有好多的基督教派和现在的正统教派不同 早期的基督教实际上是大众基于自己对于耶稣和圣经的解释和想法 从而提出更多疑问和解释的一次类似百家争鸣的热闹场景 而只有经过几个世纪以后所谓的正统观念才建立起来 而在拿戈马地文献中的一些记载呢 就使得它被排除在正统之外 但不能证明这个拿戈马地文献它不是真的 各种幸存下来的基督教的形式中 经常有关于耶稣是谁的非常不同的想法和观点 举个例子 就像在托马斯福音中根本没有提到受难这样的主题 这并不是说他们否认受难 但他们没有分享原始正统基督思想家 关于受难是为了救赎人类的说法 而在正统基督教中 耶稣为了救赎人类而受难是他的思想核心 反而托马斯福音和其他的早期文本强调 不是只有神和神的知识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 还强调耶稣是一位神圣的老师 教我们如何排出噪音 通过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真正的树林 当然托马斯福音大多数地方仍然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那耶稣的本质和他的功能呢 是一个持续争论了几个世纪的话题 除了一个叫阿布尼特人的犹太基督教团体 他们坚定地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 是人类中的先知和弥赛亚 大家基本同意耶稣在某种程度上是神圣的 但是问题是正统教派中 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这个想法 是如何在历史中产生的呢 然而这些被称为诺斯蒂主义的人 似乎在可以贬离他的人性 并使他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存在 那这次节目呢 我们不会继续展开讨论基督教神学 但是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 即使在最早基督教活动中 耶稣的功能和形式和耶稣是谁 本来就没有统一的说法 而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和分歧 所以再继续展开 这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没有多大帮助 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当我们尝试重新创建 耶稣是谁的准确形象的时候 大家别忘了刚才说了 在伊斯兰教中 耶稣也是重要的人物 进而延伸到巴哈教信仰 那巴哈教信仰呢 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 就跟摩门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一样 不管正宗教派承认不承认 这些教派的信众是很多的 但是在伊斯兰教和巴哈教信仰中呢 耶稣只被认为是人类的利益的代表者 那古兰经称他为耶稣或者伊萨 有时还称他为罗哈拉神灵 那耶稣呢 在伊斯兰教中啊 就像摩西或者亚伯拉罕 在古兰经中啊 这样的先知有一大串 耶稣在古兰经中 从来没有被描述成为神 或神的儿子 所以他的神性啊 和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 在这几百年形成的 其他宗教的经典中呢 被否定 没有提到 我们前面也说了 古兰经呢 是耶稣死后六百年才出现的 作为历史学家 他们当然不会从古兰经是真主的真言 这个角度出发 去研究这些文献 所以这就意味着古兰经 不能用作佐证耶稣生平的可靠资料 就像圣经也不能作为证明 耶稣是谁的可靠资料一样 因此历史还是留给了我们一个谜团 甚至是正统和非正统福音书中 最早的资料 都对这个问题无法统一 甚至产生分歧 因此学者只能进行有根据的推测 那就是有些人可能和刻意的 把基督放在了犹太传统中 让他成为神传福音的那个人 其他人呢 可能会认为他更像一个哲学家 一个对旧约圣经等知识都掌握的老师 这些争论呢 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我想通过上面的节目 如果有什么可以确定的呢 就是耶稣啊是个犹太人 他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生活 以犹太文化和宗教为基础传教 因为耶稣在福音书中谈到的所有事情 例如他是神的儿子 天国的米塞亚 这一切都存在犹太宗教中 当我们继续挖掘 我们看到耶稣非常适合 当时他生活的事件和地点 例如被称为犹太末日主义的运动 在公元初期非常显赫 以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死人将会复活 每个人都会被上帝审判 要么被送入永恒的诅咒 或者去一种天堂 所有犹太末日主义的说法 几乎都出现在耶稣身上和后来的基督教上面 还有很多方面证明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和许多学者今天看耶稣 并认为耶稣认为自己是世界末日的先知和米塞亚 并警告他的犹太人同胞 这个世界末日就要来 天国即将来历 耶稣就着犹太宗教的框架 进行传教的事实似乎是对的 另外圣经本身也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 耶稣的身份是犹太人 以及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时代和宗教文化背景 是一切的起点 关于这方面的合理理论 应该基于这些 但还是有一个方面我没有谈到 耶稣是一个象征 对不同的人 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事情和意义 这就是像他这样的人物 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原因吧 最后再重复一下 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的观点 耶稣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他是个犹太人 他聚集了一群追随者 他让当局感到不安 在公元30年左右 被罗马执政官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追随者相信他死而复生了 无论如何 我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上的 关于耶稣的看法 因为能力有限 如果您想来争论 还是那句老话 您怎么说都对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是主持人小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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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